现在已经 是 尊贝的所长就想 现在就是到点就直接来学习是吗 是的 主持人现在已经转给您了 你们今后都是 谁是当天的领度 就由你们全权主持 我呢就不用说话的 我就来听一听就好了 好谢谢 我今后今天惭愧没有更早的 今后我早一点进来 早一点进来 然后把 如果你们当天的领度者也进来了 我就把主持人转给你们 然后开放这个共享屏幕这些 都把它准备好 好的 好谢谢 我就放麦了 是 尊贵的所长吉祥 尊贵的诸位师傅 大德师兄 中午好 中午吉祥 今天由后学来领读 刘教授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第十篇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接下来呢 那后学先来读诵第一遍 然后接下来就 期待尊贵的师傅师兄 自己拿卖 来发布时 如何写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 十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大家好 上一讲呢 我们介绍了文献分析中的三种基本推理方法 这讲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如何从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对于写论文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 叫做五段落模板 这个模板呢 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点至少能提供三个理由 而整天的论文呢 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引言段 一般来说由背景出发 逐步深入 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 推出我们的核心论点 而第二第三第四个段落呢 用于分别论述支持此论点的三个理由 第五个段落是结论段 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 并做进一步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阐述 这五个 这个五段落写作模板 是一个较为初级的议论文写作模板 它的本质上 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推出自己的论点 试图去说服读者 这个模板逻辑清晰 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 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的应用中 它是不足的 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 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 而不是单纯的希望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 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之前 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掰开了 揉碎了 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帮助我们的读者 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而我们自己的意见 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在我们的读者获取了充分的信息之后 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做 往往反而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里 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五段落写作模板 用于从文献出发 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在这个模板中呢 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 而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 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分别组织文献资料进行分别讨论 一个简单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在第二段中 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 而在第三段中 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 并且尽可能在正反方之间 达成某种平衡 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呢 我们要在第四段中 去打破这种平衡 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的杀手键 我们的关键码 或者说我们的核心论点 如果在第四段中 使出来去打破现有的平衡 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 在第四段中 我们要尽可能地去补充 或者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 或者说呢 去补充或提升 我们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文献讨论中 所体现出来的认知 比如说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 重要的你 比如说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重要的 你却认为次要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 反之亦然 又比如说 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 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 总之呢 你切入问题的角度 和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 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 潜在的威胁 机遇或者冲突 也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 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 和解决方案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在第一段中 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段中 我们介绍文献中 现有的某种解决方案 在第三段中 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 针对现有解决方案的 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在上述平衡论述的基础上 在第四段中 我们打破这种平衡 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第五段结论 可用于对在第四段中提出的核心论点 做进一步的发挥 这种先建立平衡 在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 有点像古代的谋士为君主出谋划策 谋士一般会给出各种方案 比如说上中下三策 分析利弊 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 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专业度 考虑问题的全面 细致和客观公正 但是有这样的模式 往往最后在不经意处 轻轻一点打破平衡 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讲呢 我们会来讨论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构思我们的文章 谢谢大家 好 看到范师傅打999 恭请范师傅来读诵第二脉 好的 我现在随机赞叹 建议的郑师傅 优美的伟大赞朗度 建议的学长 各位法师 各位老师 大家相不好 相不及相 很高兴又可以和大家 一起来学习论文了 这些电话我给替坏了 接下来和谐来读 这一篇 感谢大家 那么本事 谢谢您好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 十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大家好 上一讲呢 我们介绍了论文分析中的三种基本推理方法 这一讲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从文献出发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对于写论文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叫做五段落模板 这个模板呢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点至少能提供三个理由 而整篇的论文呢 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引言段 一般来说由背景出发 逐步深入 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 推出我们的核心论点 而第二第三四个段落呢 用于分别论述支持此论点的三个理由 第五个段落呢 是结论段 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 并做进一步的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阐述 这个五段落写作模板 是一个较为初级的艺人文写作模板 它的本质上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 推出自己的论点 试图去说服读者 这个模板逻辑清晰 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 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应用中 它是不足的 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写作的终极目标 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 而不是单纯的希望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 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之前 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掰开了 揉碎了 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帮助我们的读者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而我们自己的意见 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在我们的读者获取了充分的信息之后 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往往反而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五段落写作模板 用于从魂线出发 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在这个模板中呢 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角度 而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 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分别组织文献资料进行分别讨论 一个简单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在第二段中 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 而在第三段中 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 并且尽可能在正反方之间 达成某种平衡 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呢 我们要在第四段中 去打破这种平衡 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的下手键 我们的关键码 或者说我们的核心嫩点 如果在第四段中 使出来去打破现有的平衡 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 在第四段中 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补充 或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 或者说去补充或提升 我们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 文献讨论中 所体现出来的认知 比如说一直以来 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你 却认为次要 比如说一直以来 大家都认为重要的 你却认为次要 因为还有重要的 反之一然 又比如说 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 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 总之呢 你切入问题的角度 和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 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潜在的威胁 机遇或者冲突 也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 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法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在这一段 在第一段中 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段中 我们介绍文献中 现有的某种解决方法 在第三段中 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 针对现有解决方案的 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在上述平衡论述的基础上 在第四段中 我们打破这种平衡 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第五段结论 可用于 对在第四段中 提出的核心论点 做进一步的发挥 这种先建立平衡 再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 有点像古代的谋士 为君王出谋划策 谋士一般会给出各种方面 比如说上中下三策 分析密弊 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 目的是为了展示 自己的专业度 考虑问题的全面 细致和客观公正 但是 有这样的模式 往往最后 在不经意处 亲近一点 打破平衡 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讲呢 我们会来讨论 如何 用结构化思维 来构思 我们的文章 谢谢大家 谢谢首长 谢谢尊贵的郑师傅 谢谢各位老师 后学方 感谢范师傅的精彩读诵 接下来 还要拿一位师傅师兄 拿麦 来读诵呢 好 方老师 请方老师 好 答案尊贵的所长 各位郑师傅 和大家 我来朗读 如何写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 十 如何从文献 推出自己的论点 大家好 上一讲呢 我们介绍了 文献分析中的 三种基本推理方法 好 sorry 嗯 这讲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如何从文献出发 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对于写论文 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 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 叫做五段落模板 这个模板呢 要求作者 为自己的论点 至少能提供三个理由 而整篇的论文呢 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引言段 一般来说 由背景出发 逐步深入 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 推出我们自我们的核心论点 而第二第三四个段落呢 用于分别论述 支持此论点的三个理由 第五个段落是结论段 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 并做进一步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 阐述 这个五段落写作模板 是一个较为初级的 一人文写作模板 它的本质上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 推出自己的论点 试图去说服读者 这个模板逻辑清晰 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 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的应用中 它是不足的 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 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 而不是单纯的希望 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 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 这就要求我们 在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之前 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 掰开了 揉碎了 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帮助我们的读者 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而我们自己的意见呢 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在我们的读者 获取了充分的信息之后 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做呢 往往反而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五段落写作模板 用于从文献出发 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在这个模板中呢 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 我们所面与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 而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 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分别组织文献资料 进行分别讨讨论 一个简单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在第二段中 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 而在第三段中 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 并且尽可能在正反 正反方之间 达成某种平衡 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呢 我们要在第四段中 去打破这种平衡 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的杀手锏 我们的关键码 或者说我们的核心论点 如果在第四段中 使出来去打破现有的平衡 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 在第四段中 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补充 或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 或者说呢 去补充或提升 我们在第二段 或第三段的文献讨论中 所体现出来的认知 比如说一直以来 大家都认为重要的 你却认为次要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 反之亦然 又比如说 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 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 总之呢 你切入问题的 你切入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 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潜在的威胁 机遇或者冲突 你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 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在第一段中 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段中 我们介绍文献中 现有的某种解决方案 在第三段中 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 针对现有解决方案的 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在上述平衡论述的基础上 在第四段中 我们打破这种平衡 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第五段决论 可用于对在第四段中提出的核心论点 做进一步的发挥 这种先建立平衡 再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 有点像古代的模式 为君主出谋划策 模式一般会给出各种方案 比如说上中下三侧 分析逆地 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 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专业度 考虑问题的全面 细致和客观公正 但是有这样的模式 往往最后在不经意出 轻轻一点打破平衡 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讲呢 我们会来讨论 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构思我们的文章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方老师精彩的读送 下面还有哪位老师 同修 想拿麦来读呢 法布师 然后自己读送一下 也是记忆非常坚固 然后感应春老师 好 欢迎给你上麦 多张吉祥 真是不吉祥 大家都吉祥 好 我来读 好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时 如何从文献推出自己的论点 大家好 上一讲呢 我们介绍了文献分析中的三种基本推理方法 这讲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如何从文献出发 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对于写议论文 在北美的基础教育中 比较通行的一个写作模板 叫做五段落模板 这个模板呢 要求作者为自己的论点 至少能提供三个理由 而整篇议论文呢 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引言段 一般来说 由背景出发 逐步深入 在第一个段落的结尾处呢 推出我们的核心论点 而第二 三 四个段落呢 用于分别论述支持此论点的三个理由 第五个段落是结论段 用于重新总结我们的论点 并做出进一步发挥和普遍性的意义阐数 这五个段落写作模板 是一个较为初级的论文写作模板 它的本质是 作者以自我为中心推出自己的论点 试图去说服读者 这个模板逻辑清晰 它用于应付学校的写作考试很有用 但是在实际的科研和公文写作的应用中 它是不足的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创造价值 而不是单纯的希望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论点 因此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要以服务读者为中心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我们自己论点之前 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况掰开了 揉睡了 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帮助我们的读者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而我们自己的意见呢 可以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在我们的读者获取充分信息之后 最后再展示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做呢 往往反思能够建立更优质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介绍一个不同的五段落写中模板 用于从文献出发 推出我们自己的论点 在这个模板中呢 第一段用于分析和分解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分析和考量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或者是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 而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 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方面或者不同的角度 分别组织文献资料进行分别讨论 一个简单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在第二段中集中讨论正方的观点 而在第三段中集中讨论反方的观点 并且尽可能在正反方向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而在这种平衡达成之后 我们要在第四段中去打破这种平衡 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的杀手键 我们的关键砝码 或者说我们的核心论点 如果在第四段中使出来去打破先有的平衡 往往就能够实现最大的影响力 在第四段中 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补充 或者提升读者现有的认知 或者说去补充 或提升我们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文献讨论中 所体现出来的认知 比如说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你 却认为吃药 也还有更重要的反制亦然 又比如说大家都认为复杂的问题 你却看出了简单的逻辑 总之呢 你切入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推翻过去的假设 发现别人没有想到的潜在的威胁 机遇或者冲突 也可以在现有的冲突中 去发现新的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在第一段中我们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段中 我们介绍文献中先有的某种解决方案 在第三段中 我们提出其他文献中 针对现有解决方案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在上述平衡论述基础上 在第四段中 我们打破这种平衡 提出我们新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第五段结论 可用于对在第四段中提出的核心论点 做进一步的发挥 这种先建立平衡 再打破平衡的论述模式 有点像古代的谋士 为君主筑谋划策 谋士一般会给出各种方案 比如说 上中下三策分析利弊 为君主提供充分的信息 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专业度 考虑问题的全面 细致和客观公正 但是有这样的模式 往往最后在不经意处 轻轻一点打破平衡 就能够影响君王最终的决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讲呢 我们会来讨论如何用结构化思维 来构思我们的文章 谢谢大家 感恩所长 感恩法师 感恩同修 谢谢 谢谢 我封卖 感谢 感恩春老师的精彩读读诵 本台您口吃非常清晰 三台方老师 还有范师傅的精彩读诵 普通话很标准 我们收益很多 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感谢所长的陪伴 还有这位师傅大德的参与 感谢山师傅帮我们录评 那我们今天的读诵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恭送大家 我学前放卖了 阿弥陀佛 谢谢 感恩 感恩每一位 感恩我们所有的同修善友大德们 恭送各位师傅同修善友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